是 我覺得這個平權運動 我們不能只能看 我們自己華人本身的利益 我們既然已經在美國了 所以必須 我想我們如果在美國 都受過美國教育 就是說從小學一直到大學 受過教育 會理解平權運動 在美國整個歷史中 所站在這個地位 跟它必然性的發聲 如果是美國受教育 從小長大的人 他的理解跟我們這些 所謂用mother tone 我們用母語來講話的 這些華人會有不同的看法 你如果要這樣子講的話 我們現在必須說 所謂Asian American 在這個整個角色中 所benefit 所受到的東西 我們從平權運動整體來講 所受到的這個優惠 往往 遠遠超過 如果沒有平權運動 這個法條存在的這種優惠性 因此如果我們只在 教育這個地方上 扣住這一點的話 我們將在其他的地方 會失去掉 因為就剛剛大家所講的 這個大學是一個多元化的情況 大學本身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小孩子 我們現在其實講的 都在講名校 如果在名校裡頭 百分之五十以上 都是所謂亞裔 不管是韓國人 或者是中國人 或者是日本人等等 在這個學校裡頭 同質性太強的情況下 這些孩子出去在社會競爭 將會 競爭力將會降低 因為他不知道跟其他國 其他族裔的人怎麼樣的相處 其他的文化怎麼相處 所以就教育本身養成而源 大學教育是社會的縮影 因此他離開學校之後 進入社會 這個對他提供一個 非常大的注意 包括人際的來往 包括工作升遷等等情況下 特別是如果你進到社會之後 你會發現亞裔人數反而減少了 因此你如果沒有一個平權措施 在某個情況下來保障你的話 我現在不是要講說 這些所謂名校出身的人 就是一般這個所謂 community college 社區學院一般大學畢業的這些華人子弟 我們不是每一個華人子弟 都進入所謂名校的 所以一般來講 這些進入他們離開這些學校之後 他們要在職場競爭 如果沒有一個平權法案 在那邊做他們的告示來講的話 這些華人的工作機會 會相對減少的 所以我覺得要從一個 整體情況下來看 這裡頭我們還不談到 還不談到我們跟移民法 移民改革之間的牽連 對